医学大学董事长 他从事临床研究工作超过15年 曾经迎台湾第一所连锁牙医诊所 李医生育成了北医的平稳发展 凭着努力进取得了万方及商和两所医院的经营权 此外,李医生也创立了运用企业化的理念 和经营协助了后务的发展 风险管理和资金运用的新方向 并且为北医建立了与外界合作的时长 李医生既是一本结出的医疗改革领袖 亦是一位风险投资的专家 才能够历有今天事业的成就 现在敦请亚洲知识管理协会 颁授给他亚洲十大知识领袖奖 请亚洲知识管理协会 永远名誉会长蔡志明博士太平申士 为我们颁授亚洲十大知识领袖奖的长员 接着有请中国科学院院士 及香港科技大学生物化学系主任 及港座教授叶玉鱼教授 上台接受亚洲十大知识领袖奖 叶玉鱼教授是国际知识神经生物学家 现任香港科技大学生物化学系讲座教授 及系主任 他毕业在美国哈佛大学 荣获药理学博士学位 在1993年回港发展 受评于香港科技大学 业教授主要从事神经营养因子 及神经信号传导机制的研究 卓业的研究成就得到各界的认同 先后获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及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并获得香港特区政府攀授荣誉的勋章 以及他母校西文斯大学 颁与他的荣誉博士学位 2004年 他将荣获欧内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结束女科学家的成就奖 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 在生命科学领域里面获得的荣誉奖 以玉玉教授的成就有目共睹 我现在敦请亚洲知识管理学院 管理协会 攀与他亚洲十大知识领袖掌 请亚洲知识管理协会永远名誉会长 蔡志明博士太平身史 为我们颁授亚洲十大知识领袖掌的掌员 接着下来有请海康生命科技主席 及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及教授于常海教授上台 接受亚洲十大知识领袖掌 于常海教授是海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的主席 及行政总裁 于教授是亚洲 以至全球生物科技发展的先驱 他在生科业界及学术界里面 都极有专业及权威 他曾经多次组织 及获尿出席国际交流会议和演讲 分享他诊断的学问 神经科 及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 及其作为生命科技企业的经验 于教授 现在是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 和副所长是推动亚洲生物科技发展的关键人物 相信大家对于于常海教授所作的贡献都有深入的了解 现在我敦请亚洲知识管理协会 攀议他亚洲十大知识领袖掌 请亚洲知识管理协会永远名园会长蔡志明博士太平新 因此为我们颁授亚洲十大知识领袖掌的掌员 接着有请香港新科实业有限公司主席及TDK租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梁绍康先生上台接受亚洲十大知识领袖掌 梁绍康先生是本地结束的工业家 他现在是香港新科实业有限公司新科的主席 他凭着创新的思维和卓越的管理技巧 成功地领导了新科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硬盘独写刺头独立供应商 梁绍康先生将他在工业界累积的宝贵经验 回归社会 担任了科大和多所院校的工业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他重视培训人才 身负多年来和香港和内地大学合办的石事科程和实质计划 培训了年轻工程师为香港高科技产业转型 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 相信大家对梁绍康先生所作出的贡献 分有深入的了解 现在我敦请亚洲知识管理协会 攀给他亚洲十大知识领袖掌 有请亚洲知识管理协会永远名领袖会长 蔡志明博士太平心史 为我们颁受亚洲十大知识领袖掌 现在进入典礼第三部分 颁发亚洲知识管理长最高荣誉 亚洲知识管理荣誉大长 亚洲地区首个获得亚洲知识管理荣誉大长的企业 是杜邦太阳能有限公司 请苏祖耀博士 陪同杜邦太阳林公司总裁朱克泰博士 上台接受亚洲知识管理荣誉大长 高居全球500强位置的美国杜邦公司 是一所以科研为基础的全球性的企业 杜邦太阳能有限公司 成立在2008年5月 是杜邦中国有限公司全资的附属公司 杜邦太阳能有限公司联合深港政府 合作发展首个深港创新圈重大科技项目 设立了太阳能研究及产业平台 预期在2009年初 杜邦太阳能有限公司 会是首间落户进驻香港科学员的 太阳能研发支援中心的公司 在科学员建立全球光伏电博网业务研究中心 与此同时 杜邦深圳生产基地 也牵扯到深圳光明高新区 这个深圳半段导体的照明 平板映示科技的生产基地 与其在2010年 全面使用了能协助香港及珠江三角洲 地区发展太阳能及有关的科技